很多机车骑士追求像重型机车一样 很帅气的撬车尾 会拆掉挡泥板 然后装上所谓改架的短排架 虽然它只要不是调整式的 就没有违法的疑虑 但是一旦碰到下雨天的话 后面的骑士跟路人都会遭殃 这个轮胎溅起来的水花 会把大家搞得非常狼狈 机车油门一催 水花喷溅到马路上 路人经过 还得往旁边闪 但机车明明有挡泥板 水花怎么还喷得这么高 就是这个短排器 不少人装上去为了漂亮 会拆掉后面的挡泥板 但是下雨天 后面的人就会凌晨落汤机 不少人为了追求宛如重机的帅气撬车尾 改装上短排架拆掉挡泥板 但是仔细看 装上短排架的机车没有挡泥板 若是遇到水蛙和有挡泥板的机车比起来 就会溅起大水花 整个喷溅范围 长度可达200公分 高度更是高达半层楼高 短排架分成可调式跟固定式 若是装上可调式变换车排角度 恐怕会吃上3600到10800的罚单 再看一次机车装上短排架拆掉挡泥板 若是遇到下雨天经过水蛙就会溅起大水花 让经过人瞬间变成弱汤鸡 要怎么装角度得抓准确 但变更车体就必须到监理站检验 才不会有事法性问题 见海志欣 卓威兹 台中报道